你想要向电影里的一集玩家 做一个自己的虚拟形象吗 他能说话摇头扎眼 甚至能换动态背景 这一集嘎里哥会把私藏的全部交给你 嗨大家好 我是嘎里哥 由于太多人在问我 我这个虚拟人物是怎么做出来的 又会动还会对嘴 其实啊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坏 我明明在这个影片就已经说过了啊 好了我知道你们是想要我多说一点 那我今天就好好来介绍 mejourney跟did的使用 再搭配剪映这个剪辑软体 一个很酷的功能 做出会比我的影片还有更好的效果 而且还很简单 首先如果你跟嘎里哥一样 把mejourney的额度用完的朋友 我记得好像是25次 用完后这个账号就没有免费的额度了 那有钱的朋友你可以参考这个方案 或者你就像嘎里哥一样 连买一颗茶叶蛋都要想个10分钟的人 我教你们一个动作 只要用一个email就可以一直免费的用下去 首先我们先输入指令 然后输入指令的时候会跳出一段讯息 那这一段讯息就代表你的额度已经用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创建一个新的伺服器 创建好俱乐部 然后名字随便打 我就打curry1 好按建立 好建立好以后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mejourney的机器人邀请进来 那我们就会先找到 呃之前的mejourney的这个 这个伺服器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 呃如果没有的话 你在上面有一个那个好友列表 然后你把这个mejourney新增到伺服器 我们要把它新增到我们的curry1的这个伺服器里面 然后按继续按授权 好然后这时候他你再点回刚刚curry1的伺服器里面 他mejourney的机器人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好友列表里面 那你所有的功能其实都跟你平常用的是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要邀请好友进来 这时候按有不过期 然后把这个连结复制 然后我们要开启无痕视窗 然后把刚刚的那一个连结贴在网址上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然后这个画面的时候就是输入一个 你要的昵称 那我随便输入cu22 好然后按继续 那这边就验证一下 我们就会跳到这个生日 这个生日要记得一定要输入18岁以上 一定要输入18岁以上 好然后就随便输入也可以 然后按完成 完成这边的时候就不用再输入 就直接按XX 这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一个账号的注册 对你这时候就可以试试看 随便打一个名字 然后这边还要接受这个这个验证 然后确定好以后他的图片就出来了 你就可以一直这样子下去 没有额度了 就重复邀请朋友进来这个动作 如果没有在me journey创建自己群组的朋友 非常建议建立一个 并且邀请me journey的机器人进来 产作的图跟新手区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不同 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图被洗版不见 一直陷入到找不到自己图的回圈 所以一定要建立一个 到这边的预备动作就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要教你两种产图的方式 第一种是只靠文字 第二种是靠自拍照 那咖喱哥会用自己的自拍照试给你看 靠文字的方式 其实我之前在影片里就已经教过了 我们要先形容一下我们要产生的图 好我这边就以咖喱哥为例子 我想要一个男生的头像 而且有点神秘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写程式专家 他赚钱的方式是透过人工智能去获利 而且他擅长玩游戏平台 然后赛蓬庞克风20岁 好然后我们看看翻译 然后把它复制起来 我这边额外推荐一个网站给大家 Me Journey Prong Tool 你只要把刚刚的英文复制过来 它就会产生指令 而且它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样式 灯光或者是size它的尺寸 那你看这边的尺寸它就可以直接调整 那调整完以后它的指令就会更改 你不需要去记指令的 指令的它格式是什么 然后你看它像这边Style 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Style可以去选择 那灯光也是 然后很多种都可以选择 所以说你只要透过这个网站 你就可以直接Copy它的指令 然后我们再把指令复制到Me Journey上 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就把它复制到Me Journey上看看 然后Enter 好接受这个协议 好现在其实它Me Journey就已经在做图了 那我们就等待一下 那如果你有付钱的话 那它的速度会更快 对我这边是有加速啦 好那它图产出来了 这其实就是咖喱哥它封面图的照片 所以是不是很像 很简单吧 如果你想要用自己的大头帖 制作一张虚拟形象照的话 你需要先上传你的自拍照 咖喱哥就把自己的自拍照上传 教你们一次 首先就是按这个加号 然后按上传档案 我就选择我平常的生活照 好选生活照 OK 然后我们就把 盖喱哥生活照 按一下 呃送出 这时候它就送 呃它就已经传上去了 那我们要点击它一下 在左下角有一个在浏览机开启 我们把它点开 好然后我们要复制它的网址 我们就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回到刚刚的那一个视窗 然后我们在里面打一个斜线 然后imageprod 然后我们再把刚刚的那个网址复制过来 按一下空格 对 然后再把我们刚刚那一串 呃想要产生的这个图的那个描述词 把它复制上去 然后贴上 然后按下enter 这时候AI就开始算图了 它会依照我刚刚用的那张图跟这一串 呃描述词去做出 呃 呃结合的这张图 对 好 那产出来了 这就是刚刚用描述词跟图片 去产出来的新的图 那我觉得第三张是我 平常生活上会拍的照片 对 那 我想要再产生多一点样式 那我就按V3 因为它第三张嘛 那我请它产出不一样 呃 针对这张图去产出不一样的类型 好 这速度我都有加快哦 对 好产生出来了 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 第 嗯 第三张吧 还第二张 第二张 第二张看起来比较好一点 对 那我就会 呃 按下U2 让它呃 帮我把这张图放大 好 那我们等它一下 好 那现在就产生出来了 那我们就把这张图 把它存起来 然后到我们的DID的网站上 呃 现在还有Credit嘛 就是耳度啦 所以我就直接 把我刚刚的那个照片加进来 好 然后选择一下到底在哪 太多图片了 我看一下哦 呃 对这张 好 那我就把 呃 刚刚画出来的这张 把它 放上去 好 然后我这一次就不用 呃 就是打字说话的 我直接用传我的音讯的部分 所以按下这个 Upload Voice Audio 好 然后把 刚 呃 我之前有存 啊 太多了 我看一下哦 呃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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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呢 我录过的 呃 OK 这边 看到了 好 然后我这把它上传上去 它就会对你的口型去讲话 然后我们再把它产生出来 好 按产生 OK 它现在就在产生中 我们就等它一下 看一下结果是怎么样 好 产生好了 好 我们点出来看一下 让它播放 看看成果如何 嗨 大家好 我是咖喱哥 很多人都说 宋仲基长得很像我 还以为 才发家的小儿子 是我演的 你们觉得呢 嗯 非常好 那我就把它下载下来 好 我们要为这个动图 换一个适合的背景 那我们就来到 Pixels 这一个网站 然后 打背景 按搜寻影片 把这个 样式改成 而不是纵向 是横向 好 我们去寻找一下 适合这张图的背景 会动的哦 那种 对 那我这是科技概念嘛 我找一个 好 这个 这个看起来很适合 然后我们就直接 把它下载下来 好 我们要使用 剪映这个剪辑软体 那我们先把它打开来 我们先把它 加一个黑幕 把它固定为 就是YouTube的尺寸 然后我们要把 刚刚的影片 下载的影片 跟那个动图 把它放进来 我们就 先把 背景拉进来 还有刚刚的那个动图 也把它拉进来 接下来我们把它拉到 轨道上 好 然后调整一下 再来把 这个也拉过来 好 然后 你现在看到 层级有变 所以说我们现在 要把它层级往上拉 对这个层级就对了 好 那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 这后面太多 我们把它剪掉一下 我们把它删掉 那现在就看起来 是比较正常的 可是它现在的 那个背景 是有多余的 那我们要把 这背景消除掉 我们就会用到 抠图 然后按一下 智能抠图 它就会去 把它原本的背景 把它删掉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最后的成果是怎么样 嗨大家好 我是咖喱哥 很多人都说 宋仲基长得很像我 还以为 财阀家的小儿子 是我演的 你们觉得呢 好 咖喱哥的教学 不喜欢讲的太复杂 也不喜欢讲的很严肃 一直解释细节 能用工具的地方 就用工具 等你用熟了 再来理解也不迟 我自己就是一个 很容易上课 上到睡着的人 所以我希望 我的教学会比较活泼 如果有什么建议我的 请你留言让我知道 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 订阅加分享 留言告诉我 你还想要 咖喱哥说些什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